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到室外是白雪矮矮 室内是鲜花盛开 这大约是我们爱花人最喜欢的一种意境了 现在是蝴蝶兰盛开的季节 我们去超市的时候会看到特别特别漂亮的蝴蝶兰 开得五彩缤纷 在冬季鲜花很少的季节 就特别特别想抱一捧回家去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有把花养死 或者是一直都不开花的这种伤心的往事 所以就不敢轻易的去下手 那我自己养蝴蝶兰呢有两年多吧 自认为呢就是这些蝴蝶兰有些是我自己买的 有些是朋友送的 然后年年复花 而且呢开得不比买的时候差 所以说呢感觉还是有一点这个小成就哈 我现在是有六盆蝴蝶兰 三盆在开花 这一棵都已经开了有六个月了吧 然后呢现在这个标上又出了一只这个花镜 所以这盆去年就开了八个月 今年开的应该不止八个月 然后呢还有三盆再开花 两盆呢是含苞待放 还有一盆呢是 还有这盆呢是我一朋友已经扔在垃圾桶里的 当时这颗已经就是死了 喵喵的他就给扔了 就觉得没有希望了 然后我拿回来的时候呢是 我把它打开看了之后呢 这个根呢烂掉了 然后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根 所以我就给它换了土换了盆 那我们看现在呢 这颗就长得很健康 这边呢已经长出来这么粗壮的气根 而且呢这里面还有好几根气根已经都发芽了 然后这个下面呢也长出了很健康的 很粗壮很健康的根 那么这盆花呢需要大约四五个月的时间来长根 所以它会在今年的冬天呢会开得很好 另外的话呢就是不断的 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 我之前的话呢换的盆呢大家看到是不透明的 如果我们在换盆的时候 这是我准备给我另一颗花换盆的 那么我们最好是准备这种透明的杯子 这样我们时时能看到这个蝴蝶兰它根部的生长情况 所以养了两年多我觉得这个蝴蝶兰怎么说吧 我觉得是一个好养的不能再好养的花了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点 我养这个蝴蝶兰的经验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从买的时候来讲吧 市场上的蝴蝶兰呢 有两种 就是按它这个盆子 大部分 大部分的蝴蝶兰呢 是这种 就是卖的时候呢 本身就是这个 蝴蝶兰在一个 里面是一个透明的这个塑料杯子 底部有很大的口 然后外面是一个不透水的磁盆 这是最佳组合 对于蝴蝶兰来说呢 这是最佳组合 为什么呢 是因为蝴蝶兰的根呢 要求要通风透气 还有就是不能被淹着 所以说呢 这个盆子就能很好地去满足它 这样的一个需要 那么待会儿呢 我会在讲浇水的时候 告诉大家 为什么最好选用这样的盆子 那市场上呢 蝴蝶兰还有另一种盆子 就是这种 外面有一个很漂亮的 这个不透水的盆子 然后我这颗蝴蝶兰买的时候 就是在这样一个盆子里装着 然后呢里面呢 这个盆子里面有一个塑料的这个杯子 也是不透水的 那么这个蝴蝶兰就在这里面装着 而且那个上面呢 它会有一层 就是类似于这种 它会放一层这个绿色的 很漂亮 然后这种蝴蝶兰呢 就是说你买的时候 它开的是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回来浇水的时候呢 第一它水不能透下去 然后又很难去蒸发 所以久而久之水在里面呢 就把根部就泡得很厉害 我这颗蝴蝶兰买回来的时候 是在这里面的 等它开完花之后呢 我去把它表面的覆盖物 拿掉的时候呢 闻着这里面就特别的臭 然后当我把它拿出来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根已经烂掉了 差不多是有一半了吧 然后呢 我就赶紧给它换了 换盆 然后把它拿出来之后 把它的根清理了一下 把烂根清理掉 然后把它晾干 晾干之后换成兰花土 然后放在一个盆子里 这个盆子的底 也是有很大的那个透水孔 那么因为是我们自己配置的盆子嘛 它就没有那么的 像人家这个盆子这么合适 所以它放进去之后呢 它就 它比这外面的盆子小 它就沉下去了 那么为了不让这个根 有时候万一沥的水呢 存在 存在这个盆子里 让这个根被淹到 那我是在里面放了一个 这个Lego的这个框 你可以根据你盆子的这个高低 你也可以放如果你这外面的盆子 更高一些更深一些的话呢 你可以放一个厚一点的Lego块 所以我是放了这个 那么即便这上面立下去的水 有一点会积在盆子里 也不至于说泡了它的根 所以呢 这是我们在买的时候 就是对新手来说呢 我建议大家选这种 因为呢 你回去 不用管它 呃 蝴蝶兰的画期很长啊 差不多都能开四五个月 五六个月的 呃 如果大家是买到了这种的话呢 呃 就是回家 花正开的时候 不建议换盆 等花开 那那你就要浇水很谨慎了 要少浇水 然后呢 等花开完了之后 你就按这种方法来换盆 那我换的这两个盆 都是不透明的 现在的话 其实大家就是可以 这是我们订餐的时候 这种是订餐的时候那种杯子 透明的 我就把它洗干净了 放这 因为我有一个盆子就很小 然后因为两年了 该换了 但它现在长花间 该要开花了 所以我等它开完了 我就会给它 换上这种呃 呃 杯子 然后把下面 多打几个孔 然后放这里面 再给它用一个套盆 因为这种盆子能 很好地监测到 那个根部长得 是不是健康 呃 那这是买的时候 我们是主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想把兰花 嗯 种好的话呢 呃 我觉得啊 是三个呃 要素 呃 第一个呢 是水 第二个是肥 第三个呢 就是阳光 这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 那一说到水呢 又给我们花有这个很头疼 呃 经常就是这个水 到底要浇多少 多长时间浇一次啊 就头疼的不得了 那么今天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 特别特别简便的 这个蝴蝶兰浇水的方法 一定能保证你不会多浇 也不会少浇 呃 那蝴蝶兰子我们拿这一盆来做个例子吧 我一般情况下浇水 我室内的花浇水是需要30分钟的时间 每一次浇水要半个小时 呃 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把我这个六盆蝴蝶兰呢 都给它拿出来 先给它浇水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它需要泡一段时间 呃 大家看我一般是这么浇水的 呃 直接就这个盆子里浇 然后呢 浇的速度比较慢 呃 因为要保证这个水呢 它能呃 就是渗下去哈 呃 但是我这个的话浇快点也没没问题 因为我这个里面 它这两年没换土 它的土已经很少了 几乎都是木屑 所以你看这个水下去 它就已经 嗯 基本上就到底了 然后呢 就一直浇 浇到什么程度呢 浇到这个水呢 已经满了 已经满了 浇到这个水 这个外盆的水已经满了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管它 然后就把它放在 然后等着它 我一般是泡10到20分钟 刚好等我浇完其他的花回来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拿出来了 呃 现在这盆呢 已经浇满了 呃 为什么要这么浇 因为我们的兰花 兰花土跟别的土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 这是这是 这是Home Depot卖的这个兰花 特定的兰花土 我们直接用这个土拌盆就可以了 兰花土里呢 大部分是这种木屑 然后土其实比例占的挺少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兰花的根呢 不喜欢泡在水里 泡的话就把根泡死掉了 所以呢 它吸水是通过水吸进这个木屑里面 然后它才从这里面吸水 这样的话 它既能保持呃 不湿呃 不干 又能保证自己不被泡着 很难受 所以说呢 我们这样浇水 然后浇的这么满 也是为了保证 它能有充分的水 去吸进这个墨穴里面 那么十几分钟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盆 这个里面的盆子拿起来 把水沥干 把外盆里的水倒掉 然后再把这个花放进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 呃 等于说 这里面吸足了水 而且里面又没有 沉积的水 能淹到根 这是兰花最喜欢的状态 呃 那么我们买的盆子呢 本身它里面的盆子 和外面的盆子 是刚好卡着 下面有大约这么 一个空间 所以说 即便你这里面的水 没有沥干净 然后你把它放进去了 它下面再稍微有一点水 依然是淹不到兰花的根 所以浇水的话 如果你这么浇 它就没有任何问题 既不会多 也不会少 那还有的朋友说 那我到底多长时间 浇一次水哈 呃 我的兰花一般 我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 呃 十天浇一次 冬天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是两周浇一次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呃 你怎么知道 呃 它该浇了 不该浇 那你就拿起来 它这个底部 因为它的盆子 都是能拿起来的嘛 你拿起来 在这底部看 如果这底 你看我这个话 就是这两天 明天后天就该浇水了 你看 它就干干的 都是干干的 如果你拿起来的话 这底部这个土 还是很湿的 就说明 你那个还不该浇呢 啊 这是我们说的 浇水 另外的话 就是有朋友 总是担心说 啊 我不浇水 会不会把它干死 那么这个问题 对于兰花呢 不是个大问题 因为兰花 大家看兰花 还有一个 和别的花 不一样的 它有气根 大家看 我这一棵呢 是朋友送我的 当时的话 大家看 这个盆子 比别的盆子 就小 这里面的盆子 也小 然后当时 送我的时候 没有这么大 也没有这么多叶子 所以呢 我就一直 也没有给它 换盆 可是它这两年 长大了 看这叶子 长得又多又壮 那么这里面 大家看 这么小 已经就是没有空间 给它长根的地方了 所以它外面就长出来 这么多气根 所以兰花 它的这个 它其实是特别好养 就是它的适应性 特别强 你看我其他的 就没有 有气根 但是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一棵 就这么多的气根 然后呢 我本来想的 这个盆子太小了 要给它换个盆 结果呢 它又开始 就是长花燕嘛 又开始开花了 那么我只有等到 它这一只花 开完了 然后我就准备 拿这个盆子 你看这比这大很多了 所以我准备拿 这个盆子 来给它去换盆 这是我们说的浇水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一下施肥 那很多朋友问了 说这个施肥 我怎么给花施肥 有些朋友呢 干脆就说 我从来就不给花施肥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花呢 它这么小小的一颗 然后它孕育一年的时间 它要给你开出 这么大这么多 而且开花期那么长 其实蝴蝶兰 真的是花期 非常非常长的 一个一种花了 然后它要给你开那么久 它靠什么来养 是吧 其实还是得施肥 那蝴蝶兰 它不是特别细肥 但是呢 为了它开花 还是要施肥 我没有很多朋友呢 家里有很多专用的肥啊 兰花肥什么的 我没有 我家的养花的肥很少 就是外面呢 有室外的话呢 所有的话我也就上一种肥 室内呢 我有两个肥 一个是 一个是室内开花之物的肥 一个是室内 绿植的肥 我没有专用的兰花肥 我就是用这种室内开花植物 我的蟹爪兰呀 菌子兰呀 蝴蝶兰呀 茉莉花呀 什么开花的 我都用它 这个肥呢 特别好用 为什么呢 它是属于薄肥多湿的那种 你看我们很多花游去施肥的时候 有些人说 啊 我不施肥还好 它只是长得不好 我一施肥呢 它死了 然后呢 就是就是 是肥不知道量多少 然后就把花给浇死了 这种肥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在这个后面说的特别明白 就是说如果你是给室内 outdoor 就是室内的花植的话呢 是这个 就是这里面的一袋 然后兑 一 gallon的水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能度 那么如果是给室内的花植的话呢 是一袋 对两概轮的水 那你知道什么是两概轮的水呢 我们在Home Depot买的这种 买的这种 呃 浇水的壶 它这上面就是两概轮 所以我 其实 给花施肥的时候 特别简单 就是把这个水呢 灌在这儿 然后把这一袋呢 放进去 然后搅一搅 刚好我室内的话呢 就是就是交一遍 嗯 就是交一遍 然后就是刚刚好 所以说呢 这种肥就特别好 而且水溶肥很很安全 那么多长时间交一次 按它这个上面的说明呢 它是7到14天 我觉得是不是卖肥的 都希望你多施肥呀 反正我是没有这么高的评论 我所有的这个花的肥呢 都是两个月试一次 那你如果觉得 你如果觉得没有太大的信息的话 信息的话 你可以一个月试一次 你看我的花开的这么好 包括我其他的花也都开的很好 我其实是两个月试一次肥 啊 就能达到这种程度 那这是施肥 一个是肥的浓度 一个是施肥的这个间隔 掌握了这两点的话 施肥就不成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 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 我听了很多很多人说 这个花期不能施肥 但是我的花呢 没有 我没有这样 我都是两个月试一次肥 就是像现在也是 我每一次施肥的时候 都会在我的那个日历上记上 我今天给室内开花植物施肥了 那么在两个月后的这一天 我就会再施肥 但我的花也都长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说花期不能施肥的话 咱就其他的那个蝴蝶兰 也都花期至少是在五 至少是在五六个月 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那像我这一盆的话呢 它的花期就是八到九个月 那你要中间不给它施肥 它怎么可能支撑这么久的时间 是吧 所以我自己的实际经验 就是每两个月就施肥 而且呢 花期的时候呢 我就害怕它万一这个顶不上 大家看我的这个花盆里呢 基本上都有一种这个面上 面上有一种这种粉末 白色的粉末状的东西 这个呢是鸡蛋壳的那个鸡蛋壳的肥 就是我平时把那个鸡蛋壳攒起来 然后晾干了打碎 我一般在花 将要开花的时候 我都会给它上点这个肥 因为鸡蛋壳里面也是含有 非常丰富的那个磷甲肥 然后呢它还是就是你是自然纯天然的 然后吸收的也特别好 所以其实开花的植物呢 在开花前呀或者排花的时候 是一些这个肥 鸡蛋壳的肥是很好的 那这个是肥 最后一个呢就是阳光 我认为蝴蝶兰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阳光的 因为我家呢就是 我觉得蝴蝶兰开的这么好 跟我给它摆放的位置 有很大的关系 我家的厨房的灶台上呢 是两面光 等于说是南向和西向两面光 然后我的蝴蝶兰呢 是一字排开在那个脚上的话呢 全都是掀紧它 所以我的几盘蝴蝶兰 就是一直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阳光一直比较好 那么说蝴蝶兰其实是很怕晒的一种 但是在我们鲍德兰呢 夏天呢太阳也没有说是太热 而且冬天的话是极其缺少阳光 所以说呢就是蝴蝶兰 我是觉得把你家最好最好的地方给它 它就一定会给你开出特别特别漂亮的花 那现在呢我们这颗 刚才浇的这颗蝴蝶兰呢 已经差不多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了 然后泡好了之后呢 你就把它从这里面拿出来 大家看这里面是 还在沥水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水呢 让它沥干 沥干了之后我们看 其实这个盆子里 这个几乎都快满了这个水哈 然后我们把这 我们把这个盆子里的水倒出来 重新把花放进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浇水呢就是既不会多也不会少 今天呢也就 也就这么多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希望大家的花都开得漂亮 开得好 谢谢 继续 感谢